对 盛阳君继续讲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欧盟是共事爵嘛 但这个很特别 像欧盟决定要把这个俄罗斯 被冻结的资产所产生的 目前算一算14亿欧元的利润 转为原屋的基金 但是呢 匈牙利虽然投过弃权票 但被当成空气 完全就忽视了匈牙利跟绕过去 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 对吧 所以这个匈牙利的外长 非常的愤怒 说这是前所未见的无耻行为 然后另外匈牙利总统 也特别在把这个冯德莱恩 骂了一顿 绕过匈牙利 这个就不对了 因为欧盟是共事爵 对啊 你不可以说不听我的意见 你绕过我 对不对 所以他也骂冯德莱恩 你这种行为不是 违反了欧盟的共事爵吗 那这个东西 等一下接大使会讲得更清楚 欧盟有欧盟的规定 但是你拿这个14亿欧元 也只是维持轮策斯基的 政府的行政所需要的费用 几个月而已啊 这个救不了乌克兰 美国都搞了几百亿美金了 上千亿美金了 你这个14亿欧元能干什么事 但我让季大使小补一下 就是共事爵推翻就可以马上推翻 这个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例外 唯一的例外 欧盟的这个决策模式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 那什么问题 你可以用简单多数学 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用三分之二的表决 你什么样要怎么样 它都有规定非常清楚 欧洲人就是一个法治国家 它什么事情 它这个游戏规则弄得非常 所以它们什么东西都叫机制 机制机制 它跟个机器一样 人与人事的处理 社会问题 它也用机制的概念 都是你一定要照这样 照这样 那我的了解 欧盟即使是有这个投票表决的机制 它大部分 它百分之百都是共事爵 只要没有 有人不同意就协商 然后没有协商出来 这个事情就摆在那边 协商一年 协商五年 协商十年都可以 对 所以过去新闻有讨论 说欧盟在说我们不要共事爵 因为共事爵没办法做事 所以改为多数爵 但是毕竟还没有改 它就已经可以开始这样忽视匈牙利 所以这个是开一个 这个叫潘朵拉盒子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关键在绕过你知道吧 没有经过共事里面的说 是啊 可以这样 不能绕过 这个就变成说 这个对所有欧盟的会员国来讲 都是一大威胁 他本来认为说 这个欧盟我可以一票否决 这才是我要加入欧盟的 对我最大的 对我最大的什么 对我最大的保障 那你今天欧盟将来 讨论有关匈牙利的事 不要说讨论波兰的事情 结果波兰反对 然后呢其他国家都赞成 人家说通过 你波兰你现在 你就要接受那个 接受那个的 你说这个不是欧盟会员国 当初加入欧盟对欧盟的了解 所以这个对欧盟来讲 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讲 一种毁灭性 一种破例 这个破例以后 所有欧盟的这个整合 这个将近70年的整合 就裂了一道非常大的缝 这种缝如果不好好补的话 它会裂开像那个水坝一样 整个溃体 所以欧盟会打击到自己吗 这个对他自己是最大的伤害 其实欧盟为什么很多国家会加入呢 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机制不会伤害我的基本利益 所有这个机制他要做的事都要经过我同意 我可以说好 关税的事情我今天我国家这个主权我不要了 我交给欧盟 交给冯德莱恩去决定 这是他们同意的 那当时他也不是被迫的 对不对 那你今天你冯德莱恩 你这个职委会commission 你们这些人 这些官僚决定要对中国大陆的汽车 增加15%到30%的这个关税 德国反对也没用 因为照欧盟的这个mechanism 他的这个机制来讲的话 这一类的事物 基本上你的主权已经让出来了 对不对 已经给了 那可是就欧盟还在不断 这个整合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在收集会员国的 主权管辖事项 他只要把你收集过来 就归我欧盟管 那这个时候呢 所以一定要有共视觉 要不然你就大欺小了 所以大家知道 匈牙利是欧盟到此刻为止 第一个被这样 第一个被修理了 第一个被修理 可是问题这个离开 离开所有的小国以后 就自己小心吧 就跟当初美国没收俄罗斯资产 就跟我们都根方案一样 都根方案 只要有80%人同意 我就可以把你宰掉 你的房子我就给你没收 就是这样啊 那你谁还去加入欧盟 所以这个欧盟 我觉得这个潘朵拉盒子 真的 冯德莱恩是最重的 对了这个欧盟最脆弱的一个要害 他一刀戳下去 这个结果的不是匈牙利的 匈牙利的颜面跟全 结果是欧盟的整个 我觉得会了结欧盟的性命 非常严重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不是匈牙利跟欧盟之间的问题 这个欧盟整个 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重 欧盟的不是一个很solid 很团结的 他完全是一个自愿的过程 对 他这个整合是建立在 自愿的基础上 没有强迫 你如果说变成强迫的话 就不行 影响会非常大 非常大了 他会退出的 他会退出的 那美军用的就是 乌军用的就是美国所提供 他的这个ATACMS飞弹 结果这个爆炸威力非常惊人 炸掉之后呢 那个碎片散落 旁边刚好有个海滩 你知道海滩就是家庭概念啊 对不对 很多这个父母亲下着班 带着孩子去玩啊等等 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 上百人受伤 五人死亡 死者中两个人是儿童 这个真的是引发了 俄罗斯民众的人神共愤 极度愤怒 现在俄罗斯闹得很大 那俄罗斯国防部现在说 这就是美国介入 那美国的这个 所有的飞行任务 都是由美国专家 根据美国卫星侦查数据输入的 所以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立刻说 在这些攻击实验中 美国跟乌克兰 毫无行动的都参与了 然后立刻召见了美国大使 这个动作非常的大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一个数据 在这些攻击的前没有多久 发现了一架 这个美国的全球因侦查 无人机出现在克里米亚 东南方的黑海上空 这个细节都有没有 11点12分的时候 发现它 11点39分的时候 从雷达上消失 然后12点15分 这个攻击就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盐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供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